大家好,很多人做腌黄瓜都是直接放盐 其实那样是不对的 今天我教您正确做法 做出来既入味又爽口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一下吧 准备适量的黄瓜 将里面放入一勺小苏打 一勺食盐 里面加入清水 把黄瓜搓洗干净 黄瓜的凹凸不平的地方很难清洗 用小苏打和食盐可以有效地去除有害物质 这样吃着干净又放心 洗好以后空水捞出来 用干净的清水再多冲洗两遍 洗干净的黄瓜放在案板上 先把黄瓜去头去尾 然后用刀把黄瓜拍碎 拍出来的黄瓜其实更容易入味 再切成斜刀块 大家可以看到黄瓜的组织已经被拍散 所以这样的黄瓜块更容易吸收料汁 切好以后放进盆里 里面加入一勺棉白糖 再加入一勺食盐 这样可以中和一下口味 再拌均匀 腌制一个小时 把黄瓜里面的水汽杀出来 准备一个小碗里面放入姜末 蒜末 葱花 把干辣椒剪成小段 淋上烧开的热油 调味里面放入一勺陈醋 一勺生抽 适量的蚝油 一勺食盐 搅拌均匀先备用 锅里面剩下的底油把花生米倒入锅中 开小火慢慢的把花生米炒香 看得有略微开口的花生皮 这样就可以了 炒好先备用 黄瓜腌出了很多水分 把黄瓜里面的水分挤出来 先放入盆里 里面倒入花生米 把料汁倒入里面 戴上手套 把黄瓜拌匀 拌好以后即可装盘 这样做的拌黄瓜 既爽口又入味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试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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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